上一集我們就講到怎樣執生 其實我覺得有幾句廣東話 都是很棒的 很有那種蟬味 我們先講了執生 蟬味也有蟬味嗎? 是的 其實蟬就是蟬修這件事 我們為了什麼呢? 蟬修就是我們提升我們的覺察力 其實很科學化 千萬不要讓蟬修這兩個字 就想到很宗教性 或者很離地 其實是很實用的 蟬修就是提升我們的覺察力 我們叫做覺知 當你說覺知力強的時候 你就懂得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 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 就是執生 是的 你不是說有一個既定的概念 我一定要這樣做 或者我一定不可以這樣做 或者不能預備 不是說不預備 你可以有個準備 譬如我們這次對談 我們大約談些什麼 千萬不要死顧顧 我們有十個問題 到時候我問你 你想好怎麼回答 有時候都很好看 因為兩個人都是演員的時候 他就很懂得 我已經明知道怎樣說 你又明知道怎樣反應 就好像演戲一樣 沒有火花 現在真實 執生的意思就是 我會大約知道要做什麼 但在做的時候 我不會限制自己 必須要這樣 只要看著那個情況 李小龍說 Be water my friend 就是follow the flow 我們跟著那樣東西去 總之在你的能力範圍之內 你知道這個時候應該要做這樣 那個時候應該要做那樣 你覺得什麼是適當的時候 我知道你為什麼說 執生是很閃 你剛才這條問題說很閃 那我告訴你 很難說 我告訴你 在適當的時候 就是適當的時候 是不是很清楚 嗯 那即是怎樣 即是說 沒有人能告訴你 那即是你的心 告訴你 你的心感覺到 即是這個時候 應該要做這件事 OK 下一刻 咦 又不是再做這件事了 即是這一刻 我們就應該要這樣 是很清楚 人又高低 或者你覺得 這個人聰明一點 這個人沒有那麼聰明 可能他在適當的時候 做對的事情 這個人可能沒有那麼適當的時候 我想是這樣 那怎樣去知道 有很多人就說 就把這件事放進去運氣 即是說 他好運 所以他在那個時候 做了那件事 運氣真的 起了一部分作用 但其實最大的作用 都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是 因為 那個運氣去到那個時候 他都要選擇去做那件事才行 嗯 我們都聽過很多金句 有一句就是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是的 如果你根本沒有準備過運氣 來的時候 你也是要做到的 是的 所以其實是 你平時練習自己的自分知 自己很留意 然後你又很留意自己選擇 選擇得 經常都練習到選擇對的東西 到對的時候 你就會選擇到對的東西 而我們也不會有一個 對 或者錯 那豈不是更加容易嗎 是的 咦 是不是對 不是很對 那豈不是很對 那豈不是有煩惱 即是沒有說 絕對對或錯 尤其是 我們做任何思多 我們不要怕錯 如果你怕錯 你每件事都 船頭驚鬼船尾驚 就不敢做 不動 是的 我經常都不動 所以 那你上次不是說 咦 我那樣事情 我應該要做 還是不做 好像不做 好像我會舒服些 但你又覺得 又不可以 是的 不知道做甚麼 臨睡前 有很多事情想的 那些 怎樣做 怎樣解決 那些 那你不是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 所以 要睡得好 的話 就是 就是 臨睡前 就練習一下 深呼吸 嗯 坐在睡前 坐直 然後身體平衡 放鬆 然後 你可能 輕輕閉上眼 然後 你就感受自己的呼吸 嗯 平時我們很少留意自己的呼吸 你現在試一下 你現在試一下 就這樣閉上眼 你感受一下 是否要單田那些 單田呼吸 是的 你果然是有天分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我在想 唱歌也會 是呀 你是唱歌的 有時候 我不太厲害 不過 因為唱歌你真的需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呼吸 我試一下 用鼻呼吸 不要用口 當你真的感受 那個空氣 原來我是在呼吸 平時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呼吸 是呀 完全不會去感受 如果你在這裡感受的時候 你發覺你的腦沒有那麼多事情 因為我只想到這裡 是呀 那你一直在感受的時候 一段時間而已 你的腦就比較 活躍程度會慢了 嗯 沒有那麼多雜亂的事情 然後你睡覺就會好睡很多 還有一個方法 我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有一天我自己發現 就是我睡覺 如果真的睡不到 其實我很喜歡打側睡 但如果那天我真的想很多事情 譬如前天我要預備一個上台的 speech 我整晚走來走去都睡不到 然後突然我想 不要動 然後我就 向著天 然後你的手就這樣向上 然後呢 我不知道 然後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就是睡到了 這個也是對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方法叫做Body Scanning 我們回到這裡的時候 就由頭開始 我現在要放鬆我的頭頂 我現在要放鬆我的額頭 我現在要放鬆我的眼眉 我放鬆我的眼皮 我放鬆我的眼球 我放鬆我的眼球 有時候放鬆一下 都還未落到腳 已經累積了 你說這個呢 我記得我有一次做瑜伽的時候 他有一個放鬆的模式 在最後的時候 那個導師就是這樣 我第一次嘗試放鬆我的頭頂 一逐折 逐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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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天就是這樣 我因為這樣睡 然後我感覺到這些位置 全部很緊 縮起 然後我記得 剛才你說的 逐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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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可以的 其實我想去到嘴巴 那時候 左腳嘴巴 都不用掃到下面的腳 即是說你當時的狀態都不錯 是嗎 因為有些人是落到腳 之後再上課 是嗎 Scan 十幾次都睡不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失眠的經驗 有些人經常失眠 是因為他對抗失眠 即是說 他覺得 咦 為何還未睡著 就不停地想 我明天早點夠精神 蛤 那個標是否停了 還是幾點 那他便睡不到 首先你要講 我們為何要睡覺 眼睡 眼睡 眼睡你就睡得著 為何要睡覺 因為覺得不睡 那些不知什麼肝經 會有肝肝 對身體不好 你想多了 錯了 其實很簡單的答案就是 我要休息 你做了整天的事 十幾十小時 我要睡到八個小時 即是說 其實是休息 原來睡覺就是要休息 所以如果我睡覺的時候 我不是迫自己 我一定要睡著 我只是休息 其實 那你便不會支持 為何我還未睡著 我正在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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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人都放鬆了 我把全身的重量放在床上 完全不用用力 我只是休息 那你便很容易睡得著 是的 通常那些就是 一直在掙扎 為何還未睡著 為何我還清醒 他便在想為何 還有更多對話 和事件 如果你的國策力強 你會發覺一件事 就是 原來我們所有的煩惱 難力 不開心 很多 是想出來的 我最近和我的女兒 因為她在澳洲 有一次我和她通話 我便告訴她 你覺得 別人說話 你生氣 其實不是她生氣 是你聽完那件事之後 你自己生氣 是的 然後她便告訴我 她便說 我的男朋友 剛才早幾天 就是跟我說這件事 她說我還生氣 因為是她生氣 因為你幫助她的男朋友 不是 她是當時的男朋友這樣說 她說是男朋友 說一些事情令到她生氣 然後男朋友便說 不是我生氣 是你自己 所以她便更加生氣 我便說 因為有利益衝突 因為她自己說 所以當我這樣說 她聽到 好像她對 所以有些人說 不可以聽老婆說話 要聽醫生說話 其實是同一句話 是的 所以這個便是選擇 你在聽那句話 你有一個先入 她一定會這樣說 而且她經常被犯了自己 受了弱 是的 令自己自我感覺很差 即是我是受害者 這種思維 其實也是很慘 因為我也見過一個個案 就是說 那家人 那個媽媽 有一次 就跟老公和兩個兒子說 就是說 我為了這個家 我犧牲了自己 這麼多年 但是你們都這樣對我 即是你不單止不欣賞 還在那裡嫌棄 等等 很不開心 我就說 咦 你可不可以嘗試 不要餵他們 你餵自己 你不要餵他們 不要犧牲自己 可能他們會舒服 他犧牲自己的時候 他會有要求 我都犧牲了自己 所以我覺得 你應該這樣 你應該這樣 但他們做不到 他便會失望 因為通常這種情況 會引起一個現象很有趣 當他覺得自己是犧牲的時候 他的頭頂有一個光環 他會放大自己 所以這件事 現在反映了一樣 就是那些惡人 喜歡欺負人 其實他很自卑 當你剛才說 你確實有光環 那一刻他很自大 但其實有些時刻 他又會不停罵自己 為何要這樣做 為何要這樣餵他 為何要這樣餵他 或者這些很受弱 我覺得有自大 同時也會很自卑 所以日後你對著一些很自大 好像自己懶惰 那些人 其實他的內心很軟弱 你不是說 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我對付他 而不是這樣想 而是你不要討厭他 不要抗拒他 其實他是需要幫助 你不用怕他 那些人是這樣撐到行 他就是希望你們害怕他 他就可以掩飾自己的不安 但如果你是關心他 他就會軟化 他就會真的大家坦誠 所以又回到你之前的問題 究竟做還是不做 其實是你用甚麼方法去做 正如你現在在做保險 我也有幫過一些保險公司做培訓 那個主管就跟我說 你不要叫他們說 四大街空 不用賺那麼多錢 如果是這樣就賺不成功 那我就說我不會 那我當然不會說 勞禮 爭取甚麼 包人包數 我當然不會這樣 我也不說 但我就跟他們說 你要做一個菩薩 你要用菩薩心腸去幫助人 因為保險這件事 是一件很好的事 那你當然要相信 你不只是因為保險這件事 賺很多錢才去做 而是根本這件事 是可以幫到很多人 於是你在做的時候 你要銷售一個產品 給客人的時候 你是覺得 我是將一件好的事 介紹給你 所以你的心 你的心一定是 這個是我的朋友 我現在要介紹一件好的事 給他 而不是想著 我說到這裏 你也應該要簽了吧 還有 我看你的樣子 都可以做大一點都可以 你這樣猛地想 你的態度會不同 你說得很好 你可不可以跟我的同事聊天 因為其實我經常都說 我都是那件事 我說他們好像聽不到 但是有另一個人去演繹 是真的不同 真的 例如說 我們說一些保障性的事 他會覺得 他覺得我很扯 他覺得我逼他賣場 我說 我經常都有一個畫面 在腦袋裡 就是 如果我今天 放走了這個機會 放走了這個機會 叫你去做一個保障性的事 給自己 如果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真的有事 我真的過不了自己的習慣 我會很後悔 為何我不給多一點肉 叫你 想清楚一點 我說你有這個後面的畫面 你就不會覺得自己是搶 根本不是搶 我很關心你 你沒有 你沒有安全網 但是那個關心 不可以去到賣單 才關心 不是 一開始已經有 一定是要 你從頭到尾都是那種感覺 才會令到他順利 真是為他好 所以介紹他 而不是為了你自己的錢包 一定不是 因為其實保障性的單 是很少錢賺的 真的不是為了錢包 你覺得很好 所以 適當的時候 做適當的事 就是這樣 還有這種就是由心出發 根本 如果用腦袋 我就會想 我說哪一句 你就會比較容易買單 我又要避開說什麼 那你的表演 出來就不好看 別人就會不舒服 而且不是真 而是真誠 是的 我真的想著他 想著他的需要 想著他日後的事 又想問問你 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 做人為了什麼 做人為了什麼 我可否回答我做人為了什麼 當然 當然 做人為了 做人為了 還是我自己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我不會有個標準答案 現在這個階段 我是為了小朋友 我自己也有部份 如果分開個百分比 我想我佔10% 或者10至20% 我想做好一個 準備 給小朋友 他們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經常覺得 人要有選擇 如果有些錢 給他們 可以想做生意 或者做自己 我很想 我小時候彈結他 我很喜歡做音樂 可能我有些預備給他 他可以想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但我自己也會有自己想做的事 但我會留一點給自己 做這些事 其他目的是什麼 其實最後 我覺得是滿足自己 因為我想這樣 可能他們也不需要 不過我經常覺得 我做了應該要做的事 我預備了 他不要一件事 但我預備了 隨時你來找我 你滿足自己 有什麼感覺 我會開心 做人都是為了自己開心 是不是這樣 做任何事都要從恩著手 從恩 從恩著手 我舉個例子 譬如有一棵樹 那些花 那些樹葉 是乾的 那你要淋水 那你會 那些葉和花是乾的 我慢慢淋水 這樣會不會幫到它 淋根 是的 其實原來要淋根 而不是淋那些花和葉 但是往往的人 就是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在果那裡作手 原來你做不到的 是的 所以我一直這樣去引導 你去找一個根源出來 很多人問我 人生究竟有什麼意義 我便說 人生的意義 就是找出人生的意義 我很喜歡那些答案 如果說壞些 好像說完你沒有說 那你便會 你便會 咦? 那其實是什麼呢? 那你便會自己有些東西出來 是的 這些就是禪忠那一套 我不會直接給你一個答案 但是那個問題 會引導你 用心去感受 是的 那就是說 原來我們是想 是想 我個人開心一點 那當然就是說 在我 我現在 我已經 不再用 開心那個字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開心的時候 我很容易不開心 就是如果我經常都要開心 是的 如果你真的經常都開心 你其實就不是開心 我很開心的 我有問題 好 出街人 四大街空 如果是這樣 你們做人又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為什麼呢? 或者我先用宗教性說一下 宗教性就是說 我們看到 做人 就算你做到李嘉誠 做到英女王 其實你都不是很開心的 其實你都不是很開心的 就是你都有很多事情 是犯的 就是不論你做到哪一個位 因為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我經常跟一班 比較有錢的人 經常去飛車 就是那種 星期日遊車河 有很多叫做富二代 其實 有些真的不用做 是的 很明白 但是他們不是真的那麼開心 是的 他們就在那裡煩今天 玩什麼 好像沒有東西 還沒玩過 就是他們一樣有煩惱 譬如說 我以前很喜歡開車 我最多那段時間 我也是同一時間 有三輛車 但我有一個朋友 有十八輛車 於是我就問他 我問你是不是很開心 現在 因為他帶我去車房去參觀 這輛林寶堅尼 是剛剛到 我問你不是早幾個月 才有一部 買了一部新的 他說是的 他說那個不是開棚的 他已經剛剛出了開棚 所以馬上換了 就是他改了 我問你現在是不是很開心 說那麼多 他說不是的 他有一個煩惱 就是 我走到平均一場 我不知道要開哪一架 哈哈哈哈 不論如何 你都會有 咦 就是做人 其實原來是 不徹底 就是這件事 於是 我們就看回 咦 佛陀 他那時候是王子 那個皇帝是 給盡一切的東西 享受所有的東西 而他結果看到 原來人 不論你是皇帝也好 你是平民 你都要經歷生老病死 就是說那個煩惱是一定有的 他就希望找到一個方法 可以超越了這些煩惱 結果他 所以他就放棄了皇位 放棄了家人 就去出家 他最初找到的方法 全部都是他做到的 有些老師教他那些方法 他做得更厲害 但也不是那個絕對方法 於是他結果 他自己體驗到一種方法 他就教我們 我就覺得 這個方法正 但是要練的 要比較長時間的練習 其實我們正在做這件事 我做這件事的目的 不是為了自己搞定 而且不是說 真的要離開這個人世 不是那種 而是說 全部那些事 你一邊練的時候 已經可以令你 在生活中好很多 我又覺得 我在一邊練的過程 我又再去跟別人分享 嗯嗯嗯 我又開心 大家又開心 那 我剛才不是說 開心 你說你不會用開心 我現在就用自在 如果我開心的時候 我很自在 我就不會不斷追求開心 如果我不開心 都自在 那你就是沒有不開心 嗯嗯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是 我現在正在做的事 就是說 我自己一邊練 然後呢 在過程中 我有些體驗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一定要做 你不可以只是 看書 然後就說 那本書是這樣說 於是我就 我就說 我又說回你聽 我把書的東西說回你 其實我自己沒有試過的時候 是沒有說服力的 是 但是如果我自己又試過 咦 work 可以 其實說三個月那件事 是因為我自己都試過 我試過 如果我真的做一晚這樣靜坐 一段時間之後 我明明覺得自己死性不改那件事 慢慢改到 那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改變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件事是可以的 接著我就去跟別人分享 然後很多人聽完之後 又去試 他們又可以的 他們又回來告訴我 是可以的 那我就覺得 這個可以了 我可以寫包單 去鼓勵大家去做 任何宗教我都覺得是 剛才所說的 就是幫人利苦得樂 我也覺得是 因為我也認識 有一些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他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那個抗衡的能力是大一點的 比如說 基督教徒 他會覺得 這個時間 神這樣安排 有一些 信得不夠足的那些 就會覺得 埋怨 你怎麼搞的 我這麼相信你 你這樣對我 你說得出這句 你不是完全相信 你真的相信我 你不會怨的 是的 即是 可能 他這個安排 是有他的原因 總之 我交託了我給你 總之 我就繼續去 這樣容易很多 其實不是阿Q精神 都是由心出發 都是你剛才說的 面對接受 即是接受的 不抗衡 抗衡 就浪費很多時間 我覺得 現在這個也是我正在學 有很多事情 我知道 別人跟你說 別人很有經驗 跟你說 你不要抗衡 你先聽了 這也是我學習的 是真的要練習 還有真的三個月 你說得很對 快要三個月 我認識這件事 差不多是七八月開始 真的 我想我現在是 我自己感覺到是好一點 沒有那麼 一聲去到一個點 如果你今天 學習了 那個 meditation 那個方法之後 更好 因為更加 加速你那個 self awareness 那個 那個 那個訓練 是 好的 我會的 我真的有開過APP 來聽那個 是否叫 那個聲音 很高 然後我又有看每一天 那個 你放出來的 那個 其實很喜歡 我會 我會 發送給朋友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有這個APP 是 我覺得很好 謝謝你 好 希望大家 好像 Lily一樣 就 下載了我們 停一停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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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